女杀手 Hello 大家好 其实在现代人的饮食里面 我们经常吃了很多对身体有害的物质 我们都不知道 今次我们来讲一个隐形的杀手 它的名字叫做女杀手 大家不要走开 欢迎大家再次回来我们的食物奇蹟频道 如果你第一次来的话 快点按下下面的红色键 订阅的键和旁边的小铃铛 我们一有新的视频就会通知大家 在这个频道我们会教大家 如何用天然的食物和营养补充剂 去逆转疾病和保持健康 希望大家继续追踪我们 还有我们之前有很多视频 你也可以去到我们的频道 看之前很多不同的题目 希望帮助大家 今天我们讲的隐形杀手 就是叫做什么 女杀手 首先我们想讲讲 如果当我们身体吸取过量的女儿的话 对身体有什么影响 有什么伤害 之后我们再跟大家分享 有什么途径 是我们会吸取过量的女儿 我们都不知道 有很多我相信 不说你都没想过 原来有没有有铝 有铃铛 对吧 首先我们讲讲第一个伤害 就是当我们吸取过量的女儿身体的时候 我们会有更加高的风险 去患上骨质疏松症 骨质疏松症 Octeoporosis 很多人一听到就是 这50岁以上的女士 的确是 这群人是会比较高风险 容易患这个问题 但是千万不要误会 男士一样会有的 为什么女士会 比较容易有骨质疏松症呢 主要就是因为 他们开始进入40、50岁的时候 开始进入前更年期 然后更年期 后更年期 那个荷尔蒙分泌的变化 令到他们骨里面的钙质 是比较容易流失的 如果你要听到什么 什么是前更年期的更年期 又是后更年期 不知道是什么的话 大家快点去看我们之前 有整个系列 讲更年期的问题 大家可以点到我们的频道 或者我们下面的连续 大家可以看看 所以我们看到 除了女士有骨质疏松症之外 其他人也会有 但是女士 如何吸取过量女士 而导致自己的问题 其中一个原因 可能不是很多人知道 就是很多人在吃胃药 很多胃药 其实是一些制酸剂 我们叫antiaxid 就是说抑制胃 尽量不要分别那么多胃酸 令到它不会疼得那么痛 但是问题就是 大部分这些制酸剂 antiaxid 这些胃药 里面都是含有一种 叫做aluminum salt 就是这些铝造的盐 化学盐 而里面当然我们一吃的时候 会吸收到大量的铝质 这个只是其中一个方法 其中一个原因 我们吸收到大量的铝 如果其他的话 我们之后 会继续跟他分享 第二个问题 就更加客人 就是叫做 脑退化症 我们很多时候 以前就叫做 老人痴癌症 英文就是Alzheimer's disease 这些东西 一说起来 其实通常我发觉 有两个的谋误 很多人都误解了 第一个就是 因为以前我们叫做 老人痴癌症 因为以为 只是老人家 即65、70岁以后 的人才有这个问题 之所以就是因为这个误解 所以为什么呢 之后我们才证明 叫做 老退化症 因为的确我们发觉 有很多 五十多岁 四十多岁 甚至现在发觉 又不少 三十多岁的病例 都会患上这个病 所以就是 老部的 细胞开始退化 一步一步退化 一些不同的机能 一路都退化 所以绝对不是说 只是老人家才有的 第二个谋误是什么呢 就是 老退化症 即是 忘记了 不认得人 连太太叫什么名字 子女都不认得 当然是很可怕 但可能 未至于说会致命 其实这个 又是另一个谋误 老退化症 或者Alzheimer's disease 的确是失败的 实际上 其实 在美国的统计 六十五岁以上的人 因为 老退化症 导致的 各样的病犯症 而死亡的人 是排第五 就是说 心脏病 癌症 一路数来 第五样 就已经是老退化症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到后期的时候 不单是 不记得东西 不简单的 甚至开始 老部的细胞 一路退化的时候 开始说话 吃东西 走路 动动 都会慢慢慢慢失去 这些机能 即是吃不到东西 说不到东西 而且因为他长期都不动的话 很多时候 就会有其他病犯症 包括肺炎 包括可能尿道炎 经常不动 就可能有些肌肉 会开始举难 导致有发炎 等等 那这些不同的病犯症 最后 都会可以致命的 所以 大家千万不要轻视 这些东西 吸嘴过分的女儿 进去身体 会不会导致 真的导致 这个老退化症 其实一直以来 在科学家中间 都有些争论 那为什么会有争论性 因为一批的科学家 是很相信 那个风险的确在这里 就是说 如果你吸嘴过分的女儿 的话 的确会明显地提升 你患这个老退化症的机会 但是另一批科学家 又讨论 另一个不同的论点 又觉得不会 因为他们觉得 都是很少量的 大部分的食物 或者环境里面 都不会吸收很多 大家都知道 的确我们腸位 是会吸收女儿 吸收很少的 而且 如果他不是很过量化 轻微过量化 那个肾脏 都会把这些女儿排出去 但是问题有两个 一个就是 你的肾脏是否正常 是否健康 有很多人有肾病 都不知道 如果知道 已经有肾病的朋友 特别要留意 接着我们再说 那些 有可能会吸取过量女儿的问题 因为你的肾功能 已经弱了很多 就不能够 把过量的女儿排出去 第二个就是 因为我们吸收很少 但是我们的确是很少 就已经对身体有伤害了 我们有一个 课题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 Tom Janovic 之前去总结 这么久以来 大家 我们叫做controversy 大家不同两面的 科学家的 论点 那个 论点是如何 但是其实 他最后也做了一个总结 就是做了一个结论 就是指了四点 四点 就是 无可置疑的 第一点 就是 我们其实 原来吸收很微量的女儿 进入脑部的时候 已经可以造成 我们叫做toxicity 就是说有毒性 已经可以对脑神经 脑细胞造成伤害 我们说的量 是说microgram 用这个百万分之一克 百分之一克 这样的单位 量度的 所以虽然我们 食物啊 环境的东西 的确是吸收很少 但是呢 我们只是需要很少 就可以中毒了 第二个就是 女儿的确可以 有办法 我们叫做一些 transport的mechanism 一些机制 是可以由 那个血液 血管 是经过那个 blood brain barrier 那个障碍 然后可以进入脑部里面 所以呢 就算微量的话 一样可以进入到脑部里面 是伤害了脑细胞的 第三个呢 就是说 当那个女儿的物质 进入了脑部里面的时候 它是会积聚起来的 你进去 就不会出来的 所以就算你每日 每个月 每年 你不是很多 很微量进去 但是如果长年累月 各种原因 你吸取过量的话 它就一直会积聚起来 然后到 对脑神经 脑细胞的伤害 也会一直随着 年年时间 去增加 所以如果我们说 10年 20年之后呢 我们就一定 不可以完全忽视 女儿对我们的脑部的伤害了 第四呢 Thomas Andrewick 就指出 自从1911年以来 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到现在呢 这么多年来的实验 或者这个 临床的经验呢 都看到呢 当一个人吸水 过量的女儿的时候呢 彰显出来的所有的症状呢 都是跟这个脑退化症呢 是很吻合的 所以我们一定呢 就不可以忽视 这个女儿呢 是会有机会提升 我们呢 滑脑退化症这个机会了 好了那我们说了呢 女儿对身体的伤害呢 那跟随来的答案 大家很想找 那在哪些地方 我们要留意呢 要小心 不要吃啊 不要碰啊 不要用啊 或者少一点呢 减低我们 吸取过量的女儿的风险呢 这个呢 我们留下集 再和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还没订阅呢 快点订阅 和按下小铃铛 那我们应该 下个星期呢 我们再和大家 继续讲 有什么是要避开的 我相信呢 有很多会令到大家很惊讶的 下次再见 拜拜 我们人类呢 随着年龄增长的时候呢 制造胶原蛋白的能力 是一路降低的 由二十几岁开始降低 每年降低1% 直至呢 比如特别女士呢 去到更年期的时候呢 头那五年就已经降低了30% 所以降低很快的 所以你看到呢 老人家和BB 是差很远的 1.0和0.2的分别 但是呢 加了维他命C 打了之后呢 制造Collagen 就是它原本6.2 之后12.4 直接足足是两倍的 就会认识 他的最后来 有最后来 和小语